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 前几天搞到红薯 现在已经晒干了 把它大小分开来 来把红薯的篱笆清洗干净 翻箱到位,找了两个最大的锅 一个还是锡锅 祖传的,好久了 把切好的红薯倒进去 加上适量的清水 我们把它包乱就可以了 盖上盖子 调大火把它煮熟 年前买了一块茶花 很多花蕾的,但就是不知道 为什么它一直不开花 花蕾都掉完了,什么原因呢 差不多了,用手摁一下 软软的就可以了 好,刮火把它弄出来 小心一点,轻轻把它拿出来 放凉,红薯一定要包的够烂 这样做出来才好吃 这个红薯长得有点像板栗红薯 但它确实不是 它只是我们家营养不良的红薯 这一锅长得跟我一样的红薯也包好了 把它拿出来 粗壮饱满 这一锅 意思就是说你长得像番薯一样 番薯长得像我一样粗壮 知道吗 还不是一个道理 不懂不懂不懂 放在这里一边放凉 红薯放凉了 把它剥皮的切块 用刀把它破成小条 摊开摆放 油,盐,辣椒,老抽,好油 酒 然后加点 酒 爸爸最喜欢喝酒 再上锅盖 这样子吧 爸爸 爸爸 爸爸,你去鱼 做好干做好的鱼 做干做好的鱼 全部切好 放到阳光下晒干 我的红薯干晒好了 天气好 晒了两三天就OK了 还有一点点圆的 不要晒得太干了 口感没那么好 很甜 豆豉精呢 才晒了这一点 这个客家红薯干就做好了 喜欢的朋友可以试一下 疫情期间没有出去买零食吃 在家里做一下也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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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摩